以影片记录岛江商职观光事业科的三庄W特色班与三层棒球队 两班学子们丰富的学习历程 学生在高档国际酒店学习食物技能 在环境熏陶下逐步提升自我 2019年重新成军的岛江商职轻棒队也同样有着亮眼成绩 曾在众所周知的台版夹资源黑豹棋赛事中夺取第十届全国第七名 在观光事业科的棒球队主要就是因为有饭店的实习 所以就是可以在上班的过程中去学习应对客人的任何的问题 还有临场反应 这会让我们在球场上的应变能力会有所提升 我跟我的另外一位同学会在台上跟现场的展光 他们就是报告我们这三年来的比如说成绩 还有我们学习到的任何的球技方面 比如说我最近比较体会到的就是跑壘上的一个观念 在跑壘上我们教练是特别的指导 因为他说跑壘的话是可以影响球队士气 然后为球队带来更好的一个战略 还是为球队 因为其实推进多推进一个雷包 就会为球队就多拿一个机会 得分的机会这样 可能就是跟大家介绍各个部门 还有餐厅跟宴会 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三年学习到什么 像是我们可能学会的怎么分菜 跟怎么去应堆客人 我们可能还会学习怎么滚圆桌之类的 就是各方面的宴会服务 然后可能还有客房餐饮 我们会去做送餐路障 跟一些像迎宾小礼而没有体重的学习 然后可能去餐厅支援还会学习到什么扛大萃 然后怎么用五星级饭店会有的态度去服务客 主要是在饭店学习到如何接待客人 就是接待客人很重要 学习到很多 因为客人都形形色色 有很多种客人 然后你要去学习面对不同的客人 有要怎样的接待方法 另外道江调酒队成果也展现平日锻炼 精彩桥段让台下观众紧呼连连 调酒队也在去年获得高端品牌形象 与专业场地的长期配合 学习优势大幅提升 因为我一开始加入调酒队是就是兴趣 然后刚好来读这边的学校主要也是因为调酒队 然后进去 原本想说就是会不会受到打击还是什么 就是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尝试过 然后进去其实我们的教练 就是不管是滑条教练或者是我们传统调酒标的教练 其实都蛮就是蛮有耐心的在去教导 然后我觉得蛮重要的是气氛 因为我们当初进来的时候就是 也是懵懵懂懂 然后班上其实也有很多人也是进去 然后大家也不熟 可是教练跟学姐其实都是很温柔 虽然看起来可能就是稍微的比较严格 但是其实都蛮温柔 然后像我们这次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就蛮成功的 因为就是团队合作我觉得蛮重要的 然后就是大家要带什么怎么样 然后像我们昨天也就是在学校可能 我们是练习到十点多然后才回家 就是我觉得蛮就是蛮感动的 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学生们利用所学知能 持续自我磨练精进 也在成果发表发光发热 校长与科主任功不可没 我们观光事业科今天的毕业成果发表会 我们展现了三年的专业所学 就是在我们W时光岁月 跟以及我们的强棒初级 棒球队的强棒初级 这些的专题制作 以及我们的调酒 还有调酒里面的船调 传统调酒 花式调酒的竞赛 也是我们三年的专业所学 都能够在毕业成果发表会当中来做呈现 我们在招生上面 像去年我们的人数 还是就是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今年长足的进步 我们大概有进步到一成多 将近两成 能够有这样的人数的进步 让我们全体师生都觉得我们的方向 还有我们在调酒上面 观光事业科跟我们的棒球上 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我们的杰出校友都是在 五星级大饭店里面的 就是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一些人才 尤其我们观光事业科 目前就是从民国52年成立到现在 已经有一甲子的历史 那是五星级大饭店人才培育的摇览 是希望观光科学生 在高中三点时间都可以 那个适性的发挥 然后自由的把自己的潜能 都可以发挥出来 然后快乐的学习 那同时我们也祝福高三的学生 他们能够秉持着对观光科的热忱 然后未来以积极还有乐观正面的态度 去展望人生 那今天的成果发表会里面呢 我们首先登场是我们的调酒队 创意调酒的表演 那比较特别是我们的调酒队 在去年我们跟业界知名的影视艺术 然后有合作 我们有这个场地的长期配合 那让我们调酒队的学生 除了在学校有专业的教练指导之外 他们能够在业界的这个专业的场地 还有环境 然后跟业界去做一个连结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一个W特赦班 那道江的公安科跟台北W饭店产学合作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那我们的节目里面呢 就是学生透过他们在课后攻读产学合作的部分 到各个部门轮调 去介绍W饭店各个部门学习的情况 让学生就是除了在学校的三年可以学习到理论之外 也可以去累积到实务经验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棒球队的部分 今天有呈现棒球队就是在道江 我们就是学习棒球 然后他们辛苦的历程 那更值得就是肯定的是 他们在去年就是融获了我们的黑豹 齐全国第七名的佳姬 那今天就是我们会有用影片还有报告以及舞蹈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道江商职观光事业科以培育国内外观光产业专才为物 推动多元休闲结合生活文化 让学生们深耕未来需要的专业技能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